C罗虽然人在中国,但C罗加盟尤文图斯,引发的全球浪潮仍在继续,在葡萄牙人正式加盟的首日,并有52万件印有C罗名字的尤文图斯球衣被售出,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 要知道在整个2016-2017赛季,尤文图斯所有球员球衣的总销量也只有85万件而已,按每件球衣105.75欧元的售价来计算,仅这一天,C罗球衣变卖出了5400万欧元,几乎达到几转会费的一半。 于是,在15年后,那个问题更换了主语,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 15年前,这个问题是黄马净客卖球衣,就能收回贝克汉姆的转会费吗? 现在这个问题是,尤文图斯净客卖球衣,就能收回C罗的转会费吗? 2003年,贝克汉姆转会黄马后的四个小时内,锦伯南部官方专卖店就卖出了8000件英格来人的新球衣。 当时曾有消息称黄马通过出售球衣,一个赛季后就收回了为小辈付出的3500万欧元转会费,如果当年黄马能够做到,那么现在尤文图斯也能够做到。 在如此惊人的球衣销售额面前,C罗的111千七百万欧元转会费看起来不值一提,但很遗憾,这是个幻觉。 我们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说法,集聚乐部可以通过出售球衣弥补,甚至是抹停转会费支出,这个说法是彻底错误的,甚至可以称是对现代足球最大的误解之一。 曾深与了多比球人转会的体育律师,杰克科恩说,首先,我们必须明确一点,那就是球衣赞助合同,是一种特殊的赞助合同,准确的说应该是特许权交易。 球衣生产商支付给俱乐部赞助费,用以换取生产该俱乐部球衣并盈利的权利。 极端点说,在签下球衣赞助合同后,在合同流定期限内,球衣的生产与销售权都已经已交给球衣生产商,在销售领域与俱乐部无关,产生的利润也与俱乐部无关。 当然,实际情况并不会如此极端,俱乐部一般会按照年度向球衣生产商收取固定的特许权费用。 比如说阿迪达斯每年要支付给曼联7500万英镑,耐克每年要支付给契尔西6000英镑,标马每年要支付给埃森纳3000万英镑。 杰克·科恩说,与此同时,主流的做法是俱乐部还能从生产商那里获得10%到15%的球衣销售利润分成。 在斯罗的案例里,葡萄牙人加盟首日球衣收入达到5400万欧元,但这5400万欧元是纯收入,而非利润。 太阳宝曾在2016年分析过球衣的利润大致构成,其中生产成本占10%,零售商与批发商利润占37%,在扣出税款及其他费用部分,生产商可以拿到的利润在收入的26%左右,也即是说,在这5400万欧元里,仅有1400万欧元是生产商可以拿到的利润。 其中在拿出15%来给油文图丝,只有210万欧元,从5400万欧元到210万欧元,落差不是一点点,但认真计算的话,似乎这个数字也很棒,一天就能赚210万欧元,一百天那可就是2亿1000万欧元,很不幸,这个数字同样极具欺骗性。 首先,球员球员销售数据并不稳定,不能以特定的某一天作为指标进行计算。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如果C罗球员每天都能卖52万欧元,那么一百天后,总共会卖出5200万欧元,而以大力全国人口也就在6000万左右,显然不现实。 其次,从球队整体角度来说,签下明星球员后带来的球衣销量增长是有代价的,一般来说,签下一名明星球员,并不会让整个球队的球衣销量增长太多。 因为球迷的基数与购买力是相对固定的,对那些有购买新赛季球衣欲望的球迷来说,他们会很自然的优先选择新加盟的明星球员,而不是那些原本就已在对内的球员。 杰克·科恩说,福克斯体育责预测在首日的紧喷过后,C罗球衣销量将会保持在每一分钟一键的速度,全年总销量将在一百万键左右。